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81个会员活脱签会费,联合国又快没钱了。 据新华社7月27日报道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,周四26月警告,联合国已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,古特雷斯敦促尚未按时足额缴纳,2018年度,联合国常规预算因犯贪额的81个会员国,尽快缴费。 资料图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给成员国的信函中警告,今年联合国遇到的现金缺口之巨是往年不可比的,联合国的现金流从未在如此早的时候就这么紧张,而这意味着联合国现金,今年将更快见底,而处于赤字期的时间更长。 他表示,联合国现金短缺,主要是会员国推迟缴费造成的,今年情况尤其严重。 据报道,今年已缴纳会费的会员国数量,虽然有112国,但是上缴会费总额差距明显,今年上缴的会费总额只有14.9亿美元,必去年同期的17亿美元,少了2.1亿美元。 截至2018年6月份,107个会员国缴纳了会费,会费总额少了古特雷斯认为,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,不应该不时陷入宾利破产的窘境。 联合国大会去年12月,通过2018到19年度的核心预算,数额为54亿美元,比前一年少了将近3亿美元。 在193个成员国当中,112个已经缴付应当承担的费用,部分出自大国,包括日本、中国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等军利组额缴纳2018年度费用。 这意味着有81个成员国,至今为止尚未缴纳相应的费用。 据悉,没交钱的成员国除了利比亚、叙利亚、乌干塔、索马里等国之外,当然还有美国,日观察绝望调查,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,至今仍未缴纳会费。 因为美国是联合国经费的最大贡献国,所支付的会费占其总经费的22%,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5.91亿美元,是所有成员国中拖欠最多的。 此前联合国多次因为美国拖欠会费而运行困难。 据路透社报道,1995年10月,美国拖欠联合国正常会费和维合经费总额,达到14.3亿美元,导致联合国的财政状况恶化。 2015年10月,联合国成员国拖欠的常规预算费用,超过9.5亿美元,其中美国拖欠8亿美元,去年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已达8.96亿美元,不过美国也不是无理由拖欠会费的。 据悉,目前联合国预算以两年为期,从每个偶数年的一月开始算起,但由于每年美国正年开始的比较晚,像今年美国财年开始于10月1日,因此每年美国都会以财年为的为理由拖欠联合国会费。 美国当局一直对于联合国会费和预算等问题颇有微词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投诉,美国所承担的联合国经费份额太高。 去年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,联合国拥有巨大潜力,但现在只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闲聊,打发时光的俱乐部。 它可非了。 除了特朗普抗议美国份额太高以外,美国对于此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不满,去年年末,由于对于联合国通过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决议不满,美国驻联合国大使,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·黑利,在去年12月24日宣布,将对联合国两年期欲宁欲散,进行历史新筛检。 黑利撑,该计划要求,将联合国2018-2019财年预赢预算,砍掉2.85亿美元。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8日,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,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·黑利发言,对于依赖成员回国会费的联合国而言,资金短缺也只能通过省来解决。 古特雷斯表示,联合国将采取节约措施,减少非援工开支。